高血压又称为沉默杀手 关键就在于初期症状非常不明显 调查统计高达七成的民众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现在18岁以上的成年人 罹患高血压的比率高达25% 也就是说全台湾约有四分之一的民众 面临高血压的威胁 传统的高血压好发于老年人 随着年龄增长 血管壁失去弹性 血压就会逐渐升高 然而近年来高血压有逐渐年轻化的现象 需要特别注意 此外肾脏病患者 荷尔蒙激素变化 肾动脉挟载也会造成高血压 规律的生活 健康的运动 避免多盐多油的饮食 是预防高血压的根本 就算意外发现高血压 目前都有许多治疗方法 可以让病情得到良好的控制 台湾高血压协会 以及心脏学会 已经正式公告高血压的控制 由过往的14910毫米拱柱 下修至13080毫米拱柱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 下修的高血压数值 更严格的血压控制 可以让患者有更好的临床癒后 减少心血管事件 因此除非病人是衰弱的病人 无法承受血压降太低的副作用 例如头晕无力等 所有年龄的高血压病人 血压目标均在13080以下 甚至对于高风险的心血管病人 我们建议把他的搜索压控制在120以下 目前在台湾医疗机构里 所测到的血压数字 比病人自己在家中量到血压数值 要来得高 因此病人有没有在家正确 且定期测量血压 能否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很多的研究 发现说血压如果往下修的话 对于常年的心血管的疾病 还有甚至肾脏的疾病 都可以做更好的控制 尤其是在我们肾脏的病人 如果他有蛋白尿 有比较严重的 那么我们在早年已经早就 把血压的控制的标准 往下调了 一旦动脉有破裂出血 症状通常会非常严重 典型的症状像是 突发性的严重头痛 伴随着颈部僵硬 甚至恶心呕吐 还有意识昏明的状况 美国大型研究临床试验发现 病人血压控制在120毫米拱柱 就能够有效降低30%的 心血管疾病发生率 标准治疗组就在130到150毫米拱柱 我们发现中风 急性心肌梗塞的风险下降了33% 急性心衰血的风险 也下降了73% 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风险 则下降了28% 医师指出台湾高血压最新指引 建议以居家血压当作治疗的 标准与诊断的工具 另外血压超过13080毫米拱柱 可诊断为高血压 饮食上要减少盐分摄取 把血压控制好 可降低罹患心脏疾病 与中风心肌梗塞的风险 TVBS新闻 廖广斌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